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破财 很多人一看到八字破财 他就很担心 因为他可能就会觉得他一辈子没有财 可是实际上 你八字破财 并不代表你会很穷 而是当你赚到钱的时候 你的钱会很容易留不住 所以我一般都会建议 你们这一些破财的人 当你们真的赚到钱的时候 因为破财是代表留不住钱财 所以你们不要把这些钱 拿去投资 股票 这一些很快就会消失的情况 而是去投资一些可以比较长久保存的 例如房地产 买了房子 你可能就五六年都不会去动他 而买这一些东西不是要来增值用的 而是保值用的 你不要说我买房地产 我以后要赚多少 而是我以后可以留多少下来 所以当你是破财的 请你去投资一些可以长久保值的东西 而不是这一些投资风险比较大的东西 否则很有可能一投资下去 因为是破财 就全部有去无回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挡挡10点的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